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上次我們介紹過 嗯 Sequence of Functions 它最主要會碰到的問題 OK 當然通常來講我如果給你一個Sequence of Functions 你第一開始考慮的當然是 在這些Function共同的定義域裡頭 你主點的去看 這個Sequence是不是收斂 OK 那麼上次我們提過 你一個點一個點去看了之後 假設它在它定義裡頭都收斂的話 那麼我們就說這個Sequence Converge Point-wise 主點收斂 OK 那麼你可以找到它的Limit Function 可是 以這樣子去考慮函數的收斂性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想要回答的問題 包括連續函數它的Limit 就是一個Sequence of Continuous Function 它的Limit會不會是Continuous 或者是一個可為分的Sequence 一個Sequence of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它的Limit會不會是Differentiable OK 而且我們當然想要問的問題是 如果這個Sequence它的Limit是Differentiable 那麼我先做Differentiation再取極限 跟先取極限再取Differentiation 它是不是一樣的 也就換句話說 這中間我們稍微回憶一下 單變數的時候 我在考慮微分的時候 它的定義是什麼 是它的這個 呃 它的變化率的極限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商的極限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極限的問題 微分基本上是一個極限 大家可以了解嗎 哈 雖然你們在微積分的時候 不管三切二四一反正就微 你有很多很多微分的式子 你有很多有微分的rule 可是它的定義上它是一個極限 所以現在我在考慮 函數極限的時候 這有另外一個極限 就是說這兩個極限是不是可以換 再過來 如果我給的是一個Sequence of Integrable Function 那麼它的極限 是不是一定是Integrable OK 那麼好 如果是的話 它的微分跟這個Integral 它的極限跟Integral 能不能換 換句話說 我先取了極限 再TakeIntegral 跟我先 對於每一個Sequence 這個Sequence裡頭的function 去取這個TakeIntegral 然後再取極限 這兩個東西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你整個看起來 這都是極限交換的問題 OK 我們上次看過一些例子 這些例子告訴我說 如果我只是考慮Point-wise收斂的時候 這答案大部分都是否定的 OK 好 在這邊我特別要提醒各位同學 這一張裡頭非常重要的是 你為什麼 我們上次也提過 什麼叫做Uniformly Converged 為什麼我要考慮這個Definition 是有它的意思 主要的是我碰到的一些問題 我想要解決的時候 你發覺原來我在考量的一些東西 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OK 所以它是有一個很清楚的原因 為什麼我要考慮Uniformly Converged 好 那麼你必須要了解 你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這一整張都在解決這些事 OK the whole chapter都在解決這些事 所以我會 我一直強調各位 在考慮 你現在在考慮高危的這些topic的時候 你應該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所以你才不會get lost 你讀了半天也不知道這個定理到底在幹嘛 你也不知道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到底應該是用哪一個tool來解決問題 你應該有一個overview OK 好 那麼 上次我們看到問題所在 Alright 那麼對於 前面我問的這三個問題 the main problems 連續函數的極限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是連續的 這個我們看過例子 再來 這一張大家腦子裡頭要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有一個good examples 是x數於n的 power x數於01 這個是一個very good examples OK 它可以tells you continuous function 它的limit不見得是continuous 它也同時也回答了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它的limit不見得是differentiable OK 這個上次我們看過 它的極限會converge to f 當x等於1 當x屬於01 這個半開區間 Alright 例子會幫你去考慮一些問題 上次當然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例子 上次當然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例子 是這個函數 或者我叫它g 假設我還是考慮x屬於01 這個函數這個gm會converse to zero function OK for all x 屬於01 主要的原因是我這邊成了一個x 所以把這個會出問題的狀況補起來了 Alright 可是這個例子我們上次算過 OK 這個是可 這個是連續函數 當然可積 OK OK 那麼它的積分 我們上次有大概做一下計算 OK 那麼這個當然也是個可積分函數 它是個constant function However 從這個例子裡頭 上次我們看到 01 gn of x 的積分 不會等於 這個你在取極限的時候 它不會等於 01 b limit n趨勁無限大 gn 的積分 也就是說 這個例子 它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 即使這個函數 它會 它是可積 它趨勁於一個可積分的函數 這兩個都不見得可以換 OK 當然 在這邊 今天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因為事實上 這個例子其實已經告訴你了 延續函數 只考慮pointwise converge的時候 它的極限不見得continuous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只考慮pointwise的時候 它的limit不見得是differentiable OK 好 那麼當然大家想要問 有沒有一個例子 它本身是integrable 可是它的pointwise limit 不是integrable 我們剛剛不是說三個main problem 這個大家要記在腦子裡 你就到底要回答什麼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例子 你要怎麼去解讀它 fm fm 對於每一個自然數m 我考慮cosm! x的n-th power 然後take limit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你要怎麼去解讀它 這個地方我fix一個m fix x 我一個點一個點去看嘛 我現在m固定的時候 對於每一個x 我definefm of x by什麼 by這個極限 這個是現在固定了 這個也固定了 OK 所以這邊當然是一個時數 而且不只是這樣 這是一個大於等於0 小於等於1的時數 我把它raise to the n-th power 然後取n趨勤無限大的極限 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東西 第一個 你要確定這個functions well defined right OK 好我們來看一看 當然我知道 一個十數的n次方 當n趨勤無限大的時候 如果這個數 它的絕對值是大於1的時候 它一定是发散的 小于1的时候是收敛的 那么等于1的时候就要看 它如果是1的时候是收敛的 负1的时候是发散的 你有几个这样子的状况嘛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这边它绝对不会大于1 所以告诉我说 如果m阶层乘上x的时候 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 这边我是用mx还是2mx 2mx可能比较好 不过没有关系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我知道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乘的n次方 这东西我想想看 所以OK cos它在2nπ的时候 取值都是1嘛 对不对 它在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应该要乘上一个2 让我想一下 或者我上面raise to the power of 2n 有一个pi 好极了 即使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好 如果我现在知道 有一个情形比较简单的是 m的 factorial乘上x 它如果不是整数的时候 这样很清楚吗 它如果不是整数的时候 所以这个值一定是一个小于 它的绝对值一定是小于1的 所以它的ns power当m去均无限大的时候 它一定等于0 所以这地方会告诉我 它一定等于0 可以吗 第二种情形是m阶层乘上x 它如果是整数的时候 现在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它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 这个如果是整数 你就要看这个整数是 g还是o right 对吧 因为如果是2pi的整数倍 那么cos的取值是1嘛 所以它极限会是1 如果它是整数 可是它是pi的基数倍的时候 它取值是-1 那我们必须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你在这地方事实上应该要 还是应该要 我会建议 也许这没有什么问题 不 如果我们为了保险起见 我把它raise the power to 2m 这样不要没问题 因为它就是每一个 每一项都是正的嘛 所以它如果是正整数 如果m的阶层乘上x 是一个整数的话 所以cos的取值 要不然是正1 要不然是负1 alright 那么你把它raise to the 2m 它永远是1嘛 ok它会converge 那这个情况 这个值会是1 alright 好 所以我很清楚的 对于每一个m而言 注意看 现在是每一个x 每一个n 每一个m 这个值我都找得出来 alright 所以这地方事实上告诉我什么 我的fm 是等于0 如果m! 乘上x 是不是整数 它如果是1 如果m! 乘上x 是整数 我现在把这个函数找出来了 请问这个函数可不可击 它显然不连续 它有多少点不连续 假设我现在就只看01之间好了 固定m 这还是可不可击 它有多少点不连续 fixm 好 我们看m等于1的时候 m等于1的时候 事实上它告诉我是 x需要是整数的时候 它取之是1 它如果不是整数的时候 它取之是0嘛 那在这地方 你只有两个点嘛 一个是0 一个是1嘛 这两个整数嘛 OK 好 那么m等于2的时候 表示什么 2乘上x 是整数的时候 是1 其他都是0 那表示你有几个点 0 2分之1 还有1 三个点 OK 好 你当然你觉得还不comfortable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看 OK 所以你overall整个去考虑这件事情 那表示说你固定m 注意看 fixm 这个地方这个m很清楚 是1乘2乘3乘4一直乘到m! 这个数你把它考虑它的因式分解 whatever 它的因式是有限格嘛 这样懂我意思 所以你乘上一个x要属于z的时候 表示这个x 现在你的x是在01之间嘛 它是一个 你 它如果x是无理数的时候 一定没话讲 一定是 不可能是 乘上m!是正整数 它一定要是有理数 有理数你就是要看它的分母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的分母 没有办法整除m!的话 它就不会是个整数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仔细看一下 可是我们刚刚讲说 它的因子是有限格嘛 所以告诉我说 fixm 这个函数 has only finite discontinuity alright 大家可以试试看去 去稍微再多看一点 当然m等于3的时候 它还是一样 OK 那么你只有三个点 0 1 和三分之一 这样懂我意思吗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sorry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就分母要是3了 OK 如果是4的话 应该有四个点 n so on OK 你可以看看 那么当然随着m变大 fm的不连续点 会越来越多 可是 只要是m是固定的时候 它的不连续点 都只有有限格 OK 那么前面我们谈过 一个函数 它如果不连续的点 只有有限格 它一定是raiment integrable OK 所以 这个函数当然是可击 on01 可是它的limit function是什么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的limit function会是什么 OK 有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是 x如果 我们注意看一下 如果 x不是有理数 这是比较容易的 x如果不是有理数的时候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 对于每一个m而言 这个都不是有理数 对吧 所以那就告诉我说 m factorial乘上x以后 都不会是整数 所以它永远都取值是零 OK 所以当然 limit m去均无限大的时候 fm of x 是零 所以无理数的时候 有理数的时候是零 那有理数的时候呢 有理数的时候表示x呢 是等于p over q wherepq是整数 甚至自然数 因为我现在如果要求在01里头 没有问题 OK 所以从这个情况 你现在fix x 现在x是固定的 因为我是一点一点看的嘛 我现在取出一个有理数 我现在取出一个有理数来 这个有理数它可以写成p over q 所以很自然 我知道fm of x 永远会等于1 for all m大于p 大于等于p 可以吧 因为你现在注意看 因为m如果大于等于p的时候 m的 factorial 是不是 就至少它一定是 1一直乘到p 是p factorial再继续往下乘啦 p factorial再乘上一个整数嘛 某一个整数 n好了 n吗 no whatever r r是整数 对吧 OK 所以告诉我说 这个分谱呢 一定可以整出这个m 所以这样一来 告诉我说 m factorial 乘上x 当然是整数咯 alright 所以告诉我说 当x是有理数的时候 m只要够大 大过什么 你把它取得够大 取得取到是p的时候 它一定就取值是1 OK 所以告诉我 limit m趋均无限大 fm of x 当x是有理数的时候 它的取值一定是1 那么它的极限当然也是1 OK 好 所以 我们现在不但 知道fm 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 我们也知道 fm这个函数 这个sequence 它的limit function 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里我会得到 所以这里我会得到 它的limit function f of x 是什么 当x是有理数的时候 取值是0 sorry 取值是1 无理数的时候取值是0 OK 这函数大家不认得深吗 哈 这个函数怎么样 触触不连续 它可以很糟 对吧 那么 而且这个函数 不可击 这个 为什么不可击 大家应该稍微想一下 所以 这个例子提供了大家 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说 我考虑一个sequence of integrable function 它的limit 不见得是integrable 而刚刚我们给的那个例子 是说 即使这个函数 这个sequence of function 每一个 这个sequence里头 每一个 它的sequence里头的每一个function 都是integrable 而且趋近一个 integrable的function 它的极限和integrable之间 也不见得可以换 OK 上次我们还有一个例子是 它有可能一个函数 一个sequence of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它会趋近一个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可是 同样的 它的 derivative 跟它的极限 也不能换 所以在上面 我们仔细想一下 这一共 严格说起来 应该有五个问题 alright? 单纯从收敛的情况来看 从性质来讲 连续函数的极限 是不是连续? 可为函数的极限 是不是可为? 可积分函数的极限 是不是可积? 如果我只考虑point wise 这答案通通是错的 alright? 好 那么 对于第二和第三个答案 我可以进一步去问 你说好 那我现在加条件 一个函数 一个sequence of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假设它趋近一个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那它们的derivative 跟极限 是不是可换? 答案也是错的 如果一个sequence of integrable function 它如果也趋近一个 integrable function 它的integral 跟极限 可不可换? 也不可以 所以所有我想要的 好的 这个性质 我如果只考虑point wise 修炼 都没有办法达到 ok 那它最主要的问题 就在于 我如果考虑极限可换的问题 even 是一个double sequence 它都没有办法 ok 极限交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边我们有一个例子 假设smn 是一个double sequence ok 这个double sequence怎么 那么 我如果先考虑m趋菌无限大 这地方的意思是fixn 这样懂我意思吗? 你fixn 让m趋菌无限大 就像我们刚刚这边做的事情 你就会形成一个新的sequence 你再考虑m趋菌无限大 这个地方当然 你可以假设这个极限存在 ok 也有可能这个极限不存在 好 那右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是先让m趋菌无限大 再考虑m趋菌无限大 in general 这两个极限 有可能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 即使存在也不见得会相等 我们下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ok 好 大家脑子里头要有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可以帮忙大家去思考问题 好 我把smn定成m加n分之m alright 好 那么如果我固定n 先让m趋菌无限大的时候 它的极限是多少 是吧 1 对吧 对于每个n来讲都是1 所以再让m趋菌无限大 是1 所以左手边是1 对于任何一个n 我固定m 把m 这个m当做一个fix number 我让n趋菌无限大 它会趋菌什么 它会趋菌0 表示右手边 如果你先考虑n趋菌无限大 再让m趋菌无限大的时候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是0 所以even 这两个极限都存在 它也不见得相等 事实上 极限交换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如果考虑分析里头 去讨论的topics 基本上都在考虑极限可不可换 只是这个极限 它当然出现的形式 可能长得有点不一样 积分是一个极限 微分是一个极限 OK 所以都在考虑极限交换的问题 好 所以 这个man problem 我们大家要记在脑子里头 好 那上次我们谈到了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定义了另外一种收敛的方式 就是uniformly conv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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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formly 所以它主要的是什么 随便给一个epsilon 你都要存在一个够大的n 使得n 小n如果大于这个capital n之后 fn of x 减掉f of x 它的绝对值都会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x for all x 属于1 我们上次提过 uniformly converge 跟converge 对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如果只考虑pointwise converge OK 我epsilon给定了 我对于每一个x 我是可以找到一个够大的n OK 好 我们仔细把这两个statement写下来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fn如果converge to f pointwise on e 谁 它的意思是 given任何的epsilon 我也givenx属于1 所以这两个都given 所以你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such that fn of x 减掉f of x 的绝对值 再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x or no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m 好 这个statement里头 我先给定了epsilon 我先给定了x 然后我才说会存在一个n 所以这个capital n actually是什么 depends on depends on epsilon 也depends on x 它both depends on epsilon 也depends on x 所以每一个点即使epsilon是一样的话 你的capital n的选举可能会不同 好 那么fn of x 趋近于f uniformly 它是什么意思 given任何的epsilon 大于0 我会找到一个够大的n such that fn of x 减掉f of x 绝对值要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n大于等于capital n for all x 属于e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仔细看这个statement就很清楚 我给了epsilon之后 我就存在了这个capital n 所以这个capital n 只depends on absilon only 那么我们上次事实上 我有show 那个maple的worksheet 去告诉大家 uniformly converge 它的整个picture 长什么样子 right 如果你现在考虑这是你的limit function f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你一旦given了任何的epsilon 我仔细看一下 所以事实上fn of x 的绝对值 fn of x 就会在f of x 加上epsilon 和f of x 减掉epsilon之间 所以你就会有两个 所以这个是f of x f加上epsilon 所以这个是f of x 这是减 f加上epsilon 你把epsilon看成一个constant function 把这两个function add up 把这两个function add up 那uniformly converge的意思是 我一旦给了epsilon 这两条黄色的带状区域就出来了 那么你一定会找到够大的n 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指的是什么 其他的fn 这个假设是fn 小n 只要这个小n 大于这个N之后 这个fn 它一定会借在f plus epsilon 和f減掉epsilon之间 整个在它的定义里头 全部都要进去 这是我们说converged uniformly 当然这个图 它比较适合是f本身是一个 define在real line上面 送到实数的函数的图 可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图 去帮忙大家做思考 好 我说过有一个新的定义之后 大家应该仔细看一下 它的正立和反例 alright 好 正立上次我们也看过了 那么 这次我给了一个很类似的 差不多的 fn 我把它定成sine fn 出上x right 好 那么这样一来 当然我知道fn of x 对于每一个x而言 它的绝对值都小于等于n分之一嘛 对吧 这地方每一个都小于n分之一嘛 所以告诉我 事实上 随便给一个epsilon 我只要找到够大的n capital n 使得 capital n分之一会小于epsilon 那么 那么当然 对于每一个n大于等于capital n 对于每一个x 这个绝对值就会小于epsilon 这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没问题吧 需要我把它写出来吗 所以你的fn 是等于sine 的n 除上n 所以由这个式子我可以看到fn 对于每一个x而言 这个东西会小于等于n分之一 for all x alright ok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x 考虑在整个时数上都没有问题 alright 好 所以given任何的epsilon 大于0 因为我知道 不管你要用阿基米的性质也好 直接你用n分之一会去均零 这个fact也好 你都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capital n slash n capital n分之一会小于epsilon 这没有问题 alright ok 好 then for all x 属于r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我的fn of x 绝对值 刚刚已经看到小于等于n分之一 n分之一呢 因为n大于等于capital n 所以它会小于等于capital n分之一 capital n分之一小于epsilon 所以整个这个地方都会小于epsilon 因为这个函数不管x在哪里它都会被n分之一dominate 所以事实上givenepsilon之后你capital n的选取只要利用n分之一去选就可以了 ok 这是一个good idea ok 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个general的定理告诉你 有一个判别uniformconverged的方法 好 所以这是一个正例 反例呢 你总要有一个反例嘛 好 反例是什么 我们要看反例的时候 我就应该考虑一下 它的negation是什么 对吧 看了一个definition 你应该了解这个statement 然后你需要有一个正例 同样的 你应该考虑这个statement的negation 而且去看一个反例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 f does not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是什么意思 这地方我这样写 当然我先假设了什么 你有一个函数f ok 你有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fn 然后有一个函数f 我说fn不converged to f uniformly的意思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应该有两种 可能一个是fn根本不converged to f pointwise 上次我没有提过 它如果是converged uniformly 它当然是converged pointwise 它如果converged uniformly 一定converged pointwise ok 反过来 它如果不converged pointwise 一定不会converged uniformly 所以这当然有两种意思 可是我从这个statement来看 它应该告诉我什么 会存在一个absilon大于0 such that for all n自然数 后面这个事情都不会对 right 这个是一个for all的statement 所以它的negation是什么 是存在 所以在这地方你都要存在 存在什么 存在两件事 一个是n大于等于capital n 一个是要存在一个x 做在定义里头 slash i fn of x 减掉f of x的绝对值 要大于epsilon ok 这应该清楚 好 反例 我就先考虑fn of x 是x的n次方 这边我只考虑x在这个开区间就好了 ok 我先拿掉两点 ok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我 我如果确定fn of x 它在这个开区间 不会是uniformly converge 这当然包括b区间也是有问题 那为什么我取这边开区间 这样子一来我知道fn会converged to 0 for all x ok 我不要再处理那个1 那一个点取值是1的问题 ok 所以我应该了解一下 这个例子我们上次看过它的图形 这个图形我们可以看到 fn次方的函数 当n越大的时候它其实 去近于0 的速度越快 可是越靠近1的地方 它仍然stays very vertical 所以其实在这地方我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函数我会猜测它不是uniformly continuous 啊不 uniformly converge 为什么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我要确定这件事的话 那当然我就必须要利用这个statement来做 对吧 这个statement sorry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epsilon 至于怎么找这个epsilon 嗯 先随便试试看吧 我先考虑譬如说 我先考虑譬如说 假设epsilon我把它取成 I don't know 十分之一好了 ok 那么 我要做什么 这个我当然先可以选一下 我先找回看一下 这个东西还可以调整 你希望去找到 你希望去什么 去说 对于每一个capital 每一个capital n 你就要找到一个比它大会相等的 其实大会相等 就找它自己就好了 就换句话说 它会存在一个 n ok 而且这n越来越大就可以了 而且一个x 使得这件事情要出问题 那么 这个地方换句话说 你要考虑是x的n次方 因为f of x 在这个例子里头是0嘛 然后x是属于01之间 所以也不必加绝对值了 这东西要大于十分之一 这样等我意思吗 这样等我意思 好 那就解方程式啊 这应该很容易看嘛 所以这地方告诉我说 你每给一个n 你只要把x选成 大于十分之一的n次方 不n分之一次方就可以了 这样等我意思 ok 所以这个刚刚我十分之一是随便选 你要选其他的number也可以 你就是解方程式就是了 那好 这地方很显然的 所以 let epsilon equal to 十分之一 ok 这边 given任何的 capital n alright ok 在我这边的想法上面 我就知道 我反正就把那个n 选成capital n嘛 没关系嘛 ok 我刚刚这地方把小n 改成capital n 这也没关系啊 这也是对的啊 ok 然后我就 given这个以后 这个capital n是固定的 对不对 我让x等于什么 他说x要大于这个东西 所以 这地方告诉我 你可以把x选成多少啊 随便啊 二分之一 好 我看到有人说二分之一的 capital n分之一次方 alright 就是二分之一开n字更号了 好 那这样一来 我的fn of x 减掉f of x 的绝对值 actually就等于 二分之一的capital n分之一次方 我刚刚讲说我那个n就写成capital n嘛 alright 这东西是什么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当然大于十分之一 alright ok 所以 我找到了一个epsilon 对于这个epsilon而言 不管我怎么选取我的capital n 随便给一个capital n 我一定可以找到 一个比这个capital n n还要大的index 然后也找到一个点 在它的定义域里头 使得 这个capital n of x 减掉 使得这个index fcapital n of x 减掉f of x 它会大于刚刚的epsilon ok 这个事实上 你epsilon 随便给一个小于1的数 都可以做 ok alright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你有正力 你有反力 alright 所以接下来当然 我们想要问的问题 很自然你应该要问的是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别 一个函数 它是不是uniformly continuous ok 接下来你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以问哦 这样懂我意思 第一个是 是不是可以判别 第二个呢 很自然要问的 一定要问的是什么 假设fn fn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gn会converge to g uniformly fn加上gn 会不会converge to f 加上g uniformly 我想大部分同学都会猜yes ok 那么fn若converge to f uniformly gn会converge to g uniformly fn乘上gn 会不会converge to f乘上g uniformly 这个在pointwise都是对的哦 对吧 我们在考虑sequence的时候 sequence的极限跟四则运算是可换的嘛 对于sequence of number而言 那么pointwise converge 其实是一点一点看 对吧 所以事实上也就是跟原来 sequence of number 会对的东西对pointwise 全部都会对 可是现在我问的问题是uniformly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ok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那么当然 再来我当然想要问的是 好我已经介绍了uniformly converge 那么我刚刚问的那些问题 如果这个函数的sequence of function 它的收敛性是uniform 那么连续函数的极限会不会是连续 可微的函数的极限会不会是可微 可基的函数会不会是可基 微分跟极限可不可以换 积分跟极限可不可以换 我当然想要回答这些的问题 大家仔细看一下 如果你稍微把如您的书翻过以后 前大半 前半本 就是这一张的前半 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而已 那如果你知道 你要讨论的topic 你在读的时候 它的结构上会比较清楚 你不要知道你在干什么 ok 那么这一类的问题 当然以它的实用性来讲 它后面在解决问题上面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ok 呃 这边应该写错 这应该是definition 前面我们在考虑sequence of number 的时候 呃 我们有define过什么叫做 一个sequence of number 它是koshy ok 这边我们同样的可以定义 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那个应该改参definition 我说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它是uniformly koshy 它是什么意思 就仿前面sequence of number 的方式去做 given任何的epsilon 你会存在一个够大的capital n such that fm of x 减掉fn of x 这个绝对值 会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mn 大于等于capital n for all x 属于e e 假设你的sequence is defined on e 假设你的sequence is defined on e sequence of number real number 它如果是koshy 一定converged 这是对于number而言嘛 对于一般的metric space 是不对的哈 我们稍微做一下复习 general metric space是不对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 我如果考虑一个sequence of real function 也就是说它的取值是实数的 我们在这地方都只先考虑 它有可能会定义在general的metric space上面 可是它的取值 OK 都是实数 假设这是一个real real valued 那我当然要问 这个sequence of real valued function 它uniformly converge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不是uniformly koshy OK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fn 如果uniformly converge 是不是if and only if 它是uniformly koshy 好 有一个问题 有一边当然比较简单 OK 也就是它如果是uniformly converge converge一定是uniformly koshy 这一边是比较容易的 它的证明方式就跟sequence of numbers 几乎是一样的 OK 因为它是converge 所以你会找到它的limit function f 使得fn of x跟f of x 要很靠近当angle大的时候 而且是对每一个x 那你mn如果index都够大的时候 它其实都跟f很靠近嘛 所以这两个当然要很靠近 所以这一边我就不做 大家自己回去做练习 反过来呢 反过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反过来的时候第一点我要注意到 因为fn是uniformly koshy 它至少会imply fn of x 我们看一下这个定义 对不对 因为你很锋利 koshy 它是对每一个x都要对嘛 所以当然fix x的时候 这是koshy for all x 为 e 一个点一个点你看 OK 这个当然是koshy 它既然是koshy 那么我知道real number koshy充分必要条件是 它converge hence converge 所以当然我就letf of x等于limit n 去均无限达fn of x比它的limit function 所以它至少它会point-wise converge OK 那么接下来你当然想要证明的是什么 你的原来的sequence of function actually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那我们注意看一下 given任何的epsilon 我知道fn of x 减掉fn of x 或者是我们这样看好了 我考虑fn plus k of x minusfn of x 你会存在一个n大于0 或是real number 属于自然数 such as 这个东西会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什么n大于capital n for all k 然后这个地方当然是 for each x for each x oh不不不 这边是for all x 因为它是uniformly coshi 所以它是 given任何的epsilon 你会存在一个够大的capital n 所以对于这个小的n大于capital n 然后这地方对于任何一个k 比capital n 任何一个k是自然数 对于任何一个点x在这个定义里头 这个式当然都对 for all x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让 let k取取五线大 记住这边有两个index 所以我这边的做法是fixn大于capital n 也fixx属于e 记住你givenepsilon之后 你会有一个固定的capital n 使得这个式子要对for all n大于capital n for all k k属于自然数 也for all x 所以这个式子 在这些条件下 这个式子是对的 所以这个式子在这些条件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fix小n是大于capital n的 我fix我的x 那么因为反正这式子都对嘛 所以我让k去均无限大 大家不要忘了 你的f是它的point-wise limit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时数 这个时数会去均于什么f of x 所以我就得到 get f of x 减掉fn of x 要小于等于epsilon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说 对于每一个n大于capital n 对于每一个x 这个东西都要对 好 事实上这个trick也是分析上常常用 所以我们了解一个sequence 它是uniformly converge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它是uniformly converge OK 好 那么另外当然我们刚刚问了说 那怎么去判别 怎么去判别 这个给定的sequence 是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定理 这地方的t应该是x sorry 好 假设fn是一个sequence of function 然后fn of x 当antigen无限大的极限是f of x 就是它的limit function 然后呢 我考虑soup of fn of x 减掉f of x 的绝对值 for all x 属于1 这个数 假设它存在 OK 如果它不存在 当然下面的事情就没得完了 必须要这个存在 应该是说suppose 这些东西都存在 或者是 我应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 嗯 没关系好 我们先假设这个东西存在 那么它告诉你说 then fn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on e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 这个mn要去均于0 OK 这个东西我们回忆一下 recall一下 我们刚刚一开始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很明显 因为它pointwise 去均于什么 去均于0 我们刚刚在做 在在verify 这个函数是uniformly converge的意思 事实上 我们用了它的不等式 是sine的nx 除上n 它的绝对值会小于n分之一嘛 那么n分之一去均于0 所以 我可以利用那n分之一 去找我的epsilon 那么事实上这个定理 exactly就是刚刚我们做的事情 可是这地方就像我讲的 你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 第一个 这个mn要存在 OK in most of the case 这东西要存在表示什么 fn跟f 都需要是bunded function in most case 也就是说 如果我考虑一个sequence 是bunded functionfn 而且fn converge to a bounded functionf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不太确定 这样懂我意思 fn即使是bunded function fn converge to f f 这个地方因为我只讲pointwise嘛 right 那么f会不会是bunded function 这个我不知道哦 大家可以想一下哈 可以去找一些例子 那么 所以在这地方 事实上我应该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些条件 让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第一个 fn必须是一个sequence of bounded function 而且它pointwise converge to a bounded functionf OK 所以in this case 你当然就可以考虑fn of x 我点掉f of x 它的绝对值 the soup 因为bunded 在real line上面 它的soup一定存在 这个东西我一定可以取得出来 这个我叫它它的capital n capital mn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fn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if and only if fn converge to zero 这个是对的 OK 那它的证明 跟我们刚刚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证明应该还蛮容易的 大家事实上应该自己都可以做 所以我在这边 反而是应该要提醒各位 大家在做问题的时候 在读高维的时候 要不断的问自己问题 不要所有东西都take it for granted 当然咯 比如说课本上这样写 课本上这样写的时候 因为课本写的嘛 所以都对嘛 这样写有点问题 因为mn到底存不存在 都是一个问题 那你就应该思考一下 mn要存在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那么这些条件 是不是可以拿掉 这大家都要去考虑的问题 好 那么 好 所以我这个地方假设 如果fn是bunded function 它会converge to a bounded function f pointwise 我put mn是sup of x属于它的 domain e 好 好 那么当然 有一边 如果fn是converge to f uniformly 那么告诉我什么 given任何的epsilon 你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使得fn of x 减掉f of x 这个绝对值会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for all x属于 e 这都对 alright 那么 既然这个都对 表示说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我 考虑这边的sup 它也会小于等于e嘛 ok sup会保持大小关系嘛 所以这地方会imply sup of fn of x 减掉f of x 这个东西也会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right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说 这个m 会趋均于0 alright 反过来 反过来的证明就跟刚刚那个例子是几乎一模一样 ok 因为m去均于0 所以我知道 given任何的epsilon大于0 你一定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such that m 会小于 等于epsilon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m right then for all n 大于等于capital n for all x 属于1 我的f of n of x 减掉f of x 的绝对值 会小于等于m 因为它是sup 而这个东西 当n大于等于capital n的时候 它会小于等于absol 所以我知道 这个会小于等于absol ok alright 所以我有一个 这个定理事实上是一个 还蛮有用的工具 为什么 它事实上告诉我一个检查 uniformly continuous uniformly converged 的方法 它就是说好 如果你碰到的状况是还不错的 fn fn 是一个bunded function 甚至假设好了 你现在考虑的function 是continuous function 在一个compact set上面 或者是你要把定义预想成实数的指集合也好 就是一个有界的B区间 那我知道它一定会存在最大最小值嘛 所以sub一定会存在 甚至我如果给定这个function 你可以算出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嘛 那这个定理就告诉你什么 你如果算得出来 这个函数的最大最小值之后 你就去看它的最大最小值 会不会去峻零 这样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把 你当然第一点你要先找出 给定一个function fn 之后 你要先找出它的limit function 这是一个第一点一定要做的 因为它至少要pointwise converge 你找出它的limit function之后 你去看fn 减掉f 如果这个函数还不错 它是连续的 你就想办法去找它的最大 取了绝对的值以后 去找它的最大值嘛 如果它是连续函数的 它一定存在啦 那当然如果它可为 你就可以为分啊 然后取最大最小值 whatever 所以你可以算出这个mn来 那么如果这mn会趋近于零 那么fn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通常这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tool 大家看到后面你们 你们接下来 今天我会把这一张的习题 慢慢放上去 有些题目你只要能算的 就赶快先算一算 真的是这样啊 这现在第一个tool告诉你了 怎么去判别 它是uniformly converge 那你说如果算出来这个mn 不会趋近于零 sorry 那你可能要想别的办法 去判别 这是一个powerful tool 好 当然 在前面我们不只谈sequence of function 我们事实上也可以考虑 series of function sequence of function 和series of function 在某一种程度上有很大的 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上面 几乎是一样的 可是讨论的技巧上面 当然有一点点不同 好 那么在这地方 我会有一个相对应的 对于series的这个判别法 这个在大部分的书上 会叫vistress m test 去检验这个series of function 是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OK 那他这意思就是说同样的 我如果给你一个series of function fn 假设它是bounded 所以我假设它的这个upper bound是m 它是bounded OK 那么如果它的这个bounds是converged的话 那么我可以保证这个convergence是uniform 那么这个部分我会留给大家做一个exercise 它不是很困难 类似刚刚我们的做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这个地方要小心 它的converse是不见得是对的 OK 这个刚刚跟极数的整个性质有些关系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converse是不对的 前面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定理 事实上它是if and only if OK 可是vistress m test 它是说 if 它的upper bound所形成的这个sequence 是converge 那么这个series sorry 这个series 是converge的话 那么fn这个series of function 它会是converge uniformly 可是它并没有说它的converse 事实上它的converse是不对的 大家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么其他的问题我刚刚有大概提一下 fn converts to f gn converts to g uniformly on e fn plus gn呢 会不会converse to f plus g uniformly fn乘上gn 会不会converse to f g uniformly OK 好 那么当然你可以尝试着先假设它是yes 然后尝试去证 在证明的时候你应该可以spot到 这个答案是yes However 这个答案是no 为什么是no 那应该找出关键的地方 你如果找出关键的地方 你会发觉它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那个问题事实上 那个条件事实上最后面我们才能的一些东西是重要的 OK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但是你不能只是回答问题 你不能只是回答问题 高维的训练里头你不应该只做到回答别人给你的问题 你应该要做到去考虑整个topic里头我应该要问什么问题 OK 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做的 那么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当然就会花比较长的篇幅去解决这一堂课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五个问题 就是说uniformly converge 假设一个sequence of continuous function 假设fm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那它的limit function会不会是continuous 这答案是对的 那么事实上 这个答案我们要回答的时候 我可以回答下面这个theorem instead 也就是说连续函数的定义是说什么 是说它的极限在某一个点连续的意思是说它的极限会等于函数的值嘛 所以它是个极限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考虑这个形式 假设fm它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on a set e in a metric space 假设x是一个limit point of e 这些东西是保证你可以考虑极限的问题 假设我现在考虑对于固定的n而言 对每个n 我让t趋近于x 这个极限假设都存在 那就是一个时数咯 这地方我讲过 虽然它的定义域是在metric space里头 那么在这个地方 sorry 这个地方不见得要是时数 这个地方甚至可以是任何一个metric space都对 OK 你可以考虑它的极限 假设它存在 OK 那么当然在这边我想我们就stick to sequence of number OK 就是说它是real value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an看成是number 所以你有一个sequence of number 那么你第一个结论是 这个sequence of number会converge OK 第二个不只是这样 你如果考虑这个sequence of number 这个极限 这个答案 这个好像有点错 应该是这样 应该看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应该把左边这个东西搬上来 就是说我如果先考虑 大家注意看 左手边 我先让n趋近无限大 对吧 因为你的每一个你的fn是uniformly converge 它当然是pointwise converge 所以这地方你会趋近于f of t 所以这边我知道的问题在哪里了 这地方应该把n拿掉 这边是limit t趋近于x f of t 会等于limit n趋近无限大an 好 那么 你这边考虑f of t的时候 是表示你先让n趋近无限大 固定t先让n趋近无限大 然后再让t趋近于x 跟你先固定n 让t趋近于x ok 前面我们知道这个是存在的嘛 这是你的an嘛 再让n趋近无限大 这两个极限是相同的 Alright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定理看清楚 第一件事情你要回答的是 假设我给你一个sequence a function 而每 而我给你一个点x 对于每一个 这个sequence里头的function t趋近于x的极限都存在 ok 那么我也知道fm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第一件事情你要确定的是 这个要存在 这个要存在 这个要先存在 否则你没有办法讨论下面的式子嘛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an会存在 这个an是什么 是limit of t fn 让t趋近于x 以寄 plane 几 safe Right 当然我们要了解 你要证明 a n存在的时候 你只要去看am是不是coci就可以了 这是number 來加 我来看一下am减掉an的绝对值 那么这个地方我可以了解一下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我仔细想一下 这边是t曲均于x fm 这个东西limit t曲均于x fn of x of t 可是因为我现在的converge是uniform 所以我知道given任何的epsilon大于0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够大的capital n 所以从这个式子里头我fixmn大于等于capital n 所以fixmn大于等于capital n let t曲均于x 这也存在嘛 这也存在嘛 像点存在去绝对值也存在嘛 所以左手边的极限存在 你会得到 we get am减掉an 这绝对值要小于等于epsilon 这绝对值要小于等于epsilon for all 没有for all 因为我前面已经fixmn了 ok 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什么 an是cauchy 因为an是cauchy 所以它converged 那么假设它converged to 所以to a 所以在这地方我稍微提一下 有些同学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怀疑 为什么这地方用小于等于 事实上 它应该翻一下前面 它事实上用小于也可以 用小于等于也可以 这书上为什么用小于等于 主要是 它就省得啰嗦 如果这边用小于的时候 你一取局限 它就变成小于等于 那只是你原来要取得更小一点点而已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你用小于 或用小于等于 所得到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两个definition是完全相同的 是等价的 ok 好 所以第一点我已经知道 在这个情况下 我先考虑 我先让 先考虑T去区群X所成的这个sequence之后 再取极限之后得到的 先考虑每一个 每一个sequence 让T去区群X所形成的这个sequence 是converged ok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我如果先取 所以这个A 所以A actually是 Limit of N of X 让N区群五线大 sorry T区群于X 然后这样N区群五线大 ok 所以我下面要claim的事情是 我如果先考虑N区群五线大 FN of X 再考虑T去区群于X 这东西也是等于A alright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大概想一下 这个东西是你的 这就是照我们的符号来讲 这是我的 sorry不是X 是T X是固定的那个点 这边有一个你的limit function ok 那么 假设这个是X 所以这是它的limit 所以这是它的limit 那么 另外呢 我仔细看一下 这个A somehow 当然你可能有很多其他的function 这是你的FN of T FN of T 它当T去区群于X的时候 T去区群于X的时候 它的极限是叫AN ok 那你现在知道 AN会去区群于什么 AN会去区群于A right 你现在考虑的AN事实上 在这边它会越来越靠近A 可是我们也晓得FN跟F会很靠近 那我现在要考虑的是 你要证明这件事情 显然你要证明什么 你要证明说 given任何的epsilon 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 x的neighborhood 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 delta 大于0 Such that 你的F of T 减掉A 这个绝对值呢 要小于epsilon for all T 跟X的绝对值 小于delta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的F of T 事实上当N很大的时候 假设这是T 你的F of T的值 应该跟什么FN的值很靠近 对吧 那么FN的值应该跟AN很靠近 对吧 你的AN的值又跟A很靠近 所以它只是兜一圈嘛 所以你从这地方去看的时候 很显然你应该要想办法 estimateF of T 减掉A的这个 这个量呢 by 我刚刚讲的你需要绕一圈去看 所以你应该想到说 F of T 事实上跟FN of T 应该要很靠近 当N够大的时候 加上 FN of T 跟A要很靠近 sorry AN很靠近 AN呢 要跟A很靠近 你先要有这样子的idea嘛 理论上它们应该要很靠近 可是什么叫靠近 我待会要把它仔细写出来嘛 那么事实上我希望它每一个 比如说因为这边我一共要它们 全部都小于Epsilon嘛 显然我希望每一个都小于多少 小于3分之Epsilon 可是它要对于所有的T都对才行 所有的T在某一个delta里头 那你现在这个delta怎么取 现在这不是 这个式子不是对于 每一个T都会很小 对吧 现在从我最后要做的结论来看的话 是表示说 它应该只在X的一个neighborhood里头 会很小而已 那你要怎么取这个neighborhood 从这边看起来 你一定要从这个东西去取 对吧 这个是你知道Fn它的极限是an的 可是你n如果变动的时候 你的delta会不会变 当然会 所以在这地方很显然 你只是要bypass某一个Fn而已 这样懂我意思吗 你这个Fn只是要bypass而已 好我在这边把它写得比较清楚一点 OK 所以那个Fn只是路过而已 你只要选一个就好了 选得到就可以 好 那么Given number的Epsilon 因为Fn converged to F uniformly 所以我知道你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认为Fn Such like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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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limit t 區區於 x f capital N of t 是等於 a capital N 所以告訴我什麼 因為這個極限是它嘛 所以告訴我說 我會存在一個 delta 大於 0 such that f capital N of t 減掉 a capital N 的絕對值 這個要小於等於三分之 epsilon for all t 跟 x 的距離 大於 0 小於 delta 再想一下 你最後還有一項嘛 可是同樣的 你需要什麼 我寫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發覺 我還漏了一項東西 對不對 那項東西是什麼 我需要 an跟 a 當 n 大於等於 capital N 的時候 這也要小於三分之 epsilon 那表示說 我應該在前面要補 因為我會選到同一個 n 所以事實上 在這裡呢 given任何的 epsilon 因為 fn 趨近於 f uniformly 以及 an 會趨近於 a 這我們剛剛已經做過了 這兩件事 所以我可以取到一個共同的 capital N 使得 fn 減掉 f 的在 t 的取值會小於三分之 epsilon 而且 an 減掉 a 的絕對值也小於三分之 epsilon OK 這是我剛漏掉的 我這邊補起來 沒關係 關係要一起 in particular 這個式子會對 而且 a capital N 減掉 a 也會小於三分之 epsilon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的 capital N 不能隨便動 否則你這個 delta 是選不出來的 在這個問題裡頭 大家要記得你要找的是 delta OK 所以 in this case then for all t 減掉 x 大於0 小於delta 照我們剛剛那個estimate f of t 減掉 a 要小於等於 f of t 減掉 f capital N of t 這是一個特定的固定的這個 capital N 加上 f capital N of t 減掉 a capital N 加上 a capital N 減掉 a 這地方 這個地方事實上 這個式子就像我剛講的 我只是 bypass 我只是中間選了一個 透過它去 estimate 這個有多大而已 這個我只要選到了 我只要抓到一個可以比的就可以了 所以事實上我不需要 for all 我只要找到一個 而且我要利用這一個去選出我的delta OK 你不能隨便讓它亂動的 所以這個邏輯要清楚 所以這樣一來 照我剛剛的選取 這個小於三分之ε 這也小於等於三分之ε 這也小於等於三分之ε 所以整個會小於等於ε 所以這樣一來 我也證了這件事 當t去均於x的時候 f的極限是A 這個證明 the subtleness 是 你不能隨便寫n 因為你n不固定 你的delta就會隨著n來變 所以你要make up your mind 這中間的選法是很重要的 Alright 好 那麼有了這個定理之後 我會有一個immediate的colary 是如果我現在給的fn 是一個sequence of continuous function 1 fn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on e 那麼f會continuous 它的limit function會continuous上1 有了這個定理 大家也有更多的tool 去判斷 一個sequence 是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換句話說 我如果看到一個sequence of function 它本身是連續的 可是它的limit function不是連續的 那表示什麼 這個converge絕對不是uniform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定理它的主要它有一個事情 大家可以apply to 去verify給定的sequence of function 是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你第一件事情 你當然可以去檢查 好 你去算一下它的limit function 就發覺原來的function是continuous 它的limit function不是 譬如說 我們一開始舉的那個例子 fn of x 是等於x的n次方這個 對吧 它的極限是什麼 除了在1以外 全部都是0 1的地方跳上去 它是一個不連續的函數嘛 對吧 那就很清楚了 我甚至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 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利用這個定理 去說明這個sequence 它的convergence 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OK 好 這邊的東西大家需要花時間 去仔細把它想清楚 那這邊的定理請不要用看的 Alright 你一定要自己去想一遍 自己稍微去寫一遍 那麼 這份講義裡頭 事實上 我大家都沒有include 任何的證明 因為證明的部分很多 不是很多 幾乎所有的 課本上其實都寫的 還算蠻清楚的 那麼當然有一些 你覺得我上課講的一些point 比較重要的 你希望提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在筆記上面 小微呈現 OK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我也願意圈 你在筆記上面 想不信 你為什麼要收拾